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交通講的影片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路線就是食巴的79 Expo 線 現在是早上的11點45分 我們剛剛上車 這條線是食巴型辦的粉麗王后山快線 系列的路線之一來往王后山和長山環的海大村 取道香園圍公路 套路港公路 青沙公路 往返軍地 孔嶺 行李下 和九龍大角咀 旺角 深水埗 行径黎智角島 和78 Expo 線 同為食巴首兩條服務北區的獨立專型巴士路線 為了配合王后山村和長山環在2021年落成 當局在2021年至2021年落巴士路線計劃裏 建議開辦四條全新巴士路線 其中一條為王后山 往返南昌 途徑沙頭角公路 軍地 孔嶺 萬里亞 香園圍公路 套路港公路 青沙公路 廣告 深水埗和長山環 龍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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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 小龍吉 樓梯 鈴鐺 旁邊的樓梯 說明北京大陸 找哪個樓梯 看上去的樓梯 不如來的樓梯 去張開 四樓梯 兩樓梯 大陸小龍吉 一樓梯 11號 運輸處宣佈四條樓梯 上心說的專員團 全部匹備成瓜 其中樓梯 往後三樓 南場的路線 定時為 70 港X 由於多元定作為兩端總站的 皇后山公共交通佣站 以及南昌站公共交通 公共運輸交會處 現在是海達村 海達村總站上也啟用 這條路線在開辦時 封別改伊山麗園和松旺道維林寺總站 在2021年的11月30日 這條路線投入服務 在2021年的1月26日 提升為換傳入服務 和延長至皇后山公共交通總站 在2023年4月23日 長三環總站有新旺道路由巴士總站 前往海達公共運輸交會處 在2023至2024年度的 巴士路線計劃中 這條路線都有提及到 就是要在來回的方向 不再經利智惑道 而是在廉長道之後 經由東京街西前往深旺道 再經往旺角道 和尾東到前往長沙環道 將總站改為金泉街 不再經利智惑道 和興華街 這條路線都算是想 成為它 可能感覺利智惑道 沒有什麼好做 都是想走回傳統 比較多客戶的長沙環道 但是這樣一來這麼大的改動 會不會導致乘客 會不會導致原有乘客的流失呢 另外就是 下了公路之後 一直走到大角咀 再回到長沙環的這個逆酒的缺點 還未改善不到 那我們去到龍山隧道 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山頭角公路的一段客量 好 好,開車了15分鐘,我們走完山頭角公路來尊瑤 最多人上的當然是皇后山總站,有20人上車 山泥縣也有12個乘客 之後,山頭角公路比較多人上的就是馬尾下有6位乘客 現在一共是47個乘客出九龍 雖然說由皇后山村出來轉右走山頭角公路出龍山隧道 但是這就是標書裡面的位置 城巴這四條路線就是出了皇后山轉右走山頭角公路和龍山隧道 這樣亦走出去 而九巴的278A、78A那些就是出了皇后山轉左 直接去粉嶺 那當然整巴的56A除外 但是這些出九龍的路線就是要走 要這樣繞一圈皇山水道 當年又對車程有影響 不過亦都是方便了 山頭角公路的居民出市區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在長沙灣那邊的客戶情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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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